原标题 1899年慈禧为何打算迁都洛阳 众所周知 河南省省会是在郑州 而河南两座著名的古都洛阳和开封 则变得落寞起来 实际上 在距今并不算太遥远的清朝末年 开封和洛阳各有一次成为河南中心城市的机会 结果都因各种原因失之交臂 开封是五代 北宋 金的故都 大明鼎鼎的东京汴梁 明朝和清朝都是雷打不动的河南省会 是河南的南部案 到了清光旭十六年公元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